好,花蓮市公所呢,从1月中旬是开始在市民一郎举办了汤大凤师生的连展 这次总共展出了38件的作品 以水木画、缠绕画、工笔画为主 为期是3个月的展期 那么市长魏嘉贤欢迎喜爱艺文活动的民众 可以来到花蓮市公所停下脚步驻足观赏 汤大黄师生连展日前在花蓮市公所市民一郎热情展开 这次总共有17位学员老师带来38件优美作品 衣服服务整齐排列以水木画、缠绕画与工笔画为主 而大多数的学员都是在参加研习班课程前 从未接触过水木工笔画 很多学生来都说老师我真的没有学过 我什么都不会 我说那个没有关系啊 你只要有兴趣、有热忱都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学生都说老师你都讲好听的 我不是讲好听的 因为其实你再有天分 可是你不愿意下苦工都是等于零啊 所以人家讲说艺术是没有分数的 为什么 你喜欢就是好的啊 艺术哪里有分数 看幕典礼中汤老师也特别致政华蓮县 长青书画协会周瑞藤老师书志及林试源老师才会画鲜板送给市长魏嘉贤 感谢他长年来支持艺文界 并提供平台支持艺文展出 那其实可以看到每一幅作品真的都有他非常悬远非常认真的 每一个在作画的时候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真的非常精致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巴里斯公所也许我们的空间比较小 但是上去二楼办公的 或者是同人也好 或是洽工的民众也好 其实还蛮多的 那可以让他们的心情有所转换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文活动 可以持续在我们的空间 那我们也在自己寻找 比方讲饭店的合作机会 或者是其他的合作方式 让我们很棒的发展 能够提供给外地的观光客看 原来花园的艺文素养有这么高这么好 这次参与十三连展的17位学员 大多是已经退休的妇女姐妹 她们透过绘画的方式找出个人兴趣 而这项展期从即日起 一直到3月31日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前往花莲市公所 欣赏丰富的展览作品 记者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